英文叫Inheritance 中文翻譯說繼承 繼承的部分是說 在類別設計裡頭 比如說我們先前都會設計人的類別 C person的類別 然後在C person的類別裡面 比如說會有名字 然後 體重 身高 這幾個資料 繼承的意思是說 我們可以由人的類別 去衍生出 比如說有 學生的類別 學生的類別 假設我叫C stu 好了 是這個學生的類別 然後在這個學生類別裡頭 為什麼呢 比如說他除了名字 體重身高以外 他可能還會有 假設說他的學號ID 然後比如說會有他的那個 那個 會有 以學生來說會有什麼屬性呢 學號 比如說會有他的 他的那個學分好了 看他有修幾門課 或者是 所以比如說他的那個 那個 N course 他有多少課程 看他有修幾門課 這樣 比如說學生會有這樣的屬性 那學生的這個類別呢 就可以 繼承自 這個人的這個類別 所以我們用這個鍵號 是表示說做繼承的意思 那人除了可以衍生出 學生的類別以外呢 他也可以衍生出 比如說有 醫生的類別 You see doctor 這樣 然後對於醫生的類別裡頭 比如說 比如說醫生很會有他 他工作的地點 比如說醫生他的工作的地方 place 在什麼地方工作 那他的 他比如說他每週有 看診多少個小時 就比如說 N HR 這樣 他說他每週有 多少個看人的小時 那這樣子的一個類別 他一樣可以繼承自 那個人的這個類別 所以像這個名字 體重身高是共同的 然後衍生類別 會有個別不同的東西 那 學生裡面又可以再衍生出 比如說 有大學生 那大學生除了他 除了說你有學號跟你修幾文課之外 比如說你可能會有C++的成績 CPP的成績是幾根 可能會有這些成績的部分 那一樣可以再繼承過來 繼承到這邊 繼承到C++這邊 那也可能會有小學生 小學生的類別 那小學生的類別 那小學生的類別裡面 比如說他就會有 國語成績 這樣 所以 物件導向就是可以像這樣子 一層一層去建構出不同的那個 物件的層級 然後去比較容易去做一些設計 那繼承的優點就是說 就是 它的優點就是 基本內別有的東西 顏色類別就不需要再重複設計 所以在上面這個地方 我們把上面的這個我們稱作 它叫基本類別 Base 或者是稱作副類別 Parent Class 這是基本類別 或者是副類別 父母的類別 然後 然後 像 以 人跟學生跟醫生來說的話 學生跟醫生呢 就是所謂的衍生類別 derived 或稱作child class 就是 衍生 或者是子類別 那繼承的話就是說 繼承優點就是說 部類別有的 部類別有的 那個 資料 資料屬性 或者是成員函數喔 在那個子類別中 就會自動擁有 就會自動擁有 意思是不用重複設計 這樣可以減少整個設計上的複雜度 那也可以很有模組化 很有層級的去做這種 比較有系統的程式規劃 概念上大概是這樣 同學有問題 再來我們來看那個語法 因為計程會涉及到兩個類別之間喔 所以語法上面的話就是我們會先寫一個基本類別 然後再寫一個 那個 衍生類別 那比如說我們以這個人當作例子好了 在基本類別這邊會寫個class 叫做cperson 然後在這裡呢 我們會給他 出去權限 比如說如果什麼都不寫的話就是private 就是私有的 私有的 私有的裡面 假設說我給一個字串 那是名字喔 name 這樣 然後 接下來我給一個公開的區段 public 公開區段 在這邊比如說我給的是double 我的體重 體重是公開的 那 再來呢 我們這邊多介紹一個權限的設定 我叫做Protected Protected 它的中文叫做保護的 那保護的比如說我這邊給 可以 把那個身高設成保護的權限 我們在講存取權限的部分 那 保護的這個權限的意思是說 就是h的這個變數 h 是 在 在 自身類別 然後看那個它的衍生類別中 可被存取 就是 升高的這個 這個 這個資料呢 只有在自己本身 我在這個 cperson這個類別 它衍生類別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做的這個學生類別裡面可以被存取 那 h這個變數在主層次沒辦法被存取 w可以 h不行 那 w呢 這個 它 可以在自己本身的類別 在衍生類別 在學生類別也可以被存取 在衍生類別 衍生的這個學生的類別 它也不能存取 然後 在那個 主層次也沒辦法存取 所以 我們這邊就是先前我們介紹私有的跟公開的這個存取權限 那這邊再多說明一個就是保護的這個存取權限 所以它可以限制我的資料或者是我的函數 只有在我自己本身的類別和衍生類別可以被存取 就是會比私有的再有一些彈性 然後又比公開的人多了一些保護限制這樣 那再來我們可以寫說建構 比如說在cperson這個地方 然後寫個小括號 現在做建構 建構的話這邊打個冒號 比如說 我可以讓這個name 我們先前介紹過這個初始化的語法 說我的名字是個空字串 然後讓那個體重的話是0公斤 然後讓身高的話是0公分 我們先前有提到說這個寫法是一個初始化寫法 然後這個冒號的意思其實就是繼承的意思 我的觀點 我認為這個冒號是可以看成是繼承的意思 就是我的這個人的這個類別在建構的時候 它會繼承自串的建構和蝴蝶書的建構 那這個部分我們先把它寫到這裡 這是基本類別的設計 然後接下來寫那個學生的原生類別 那這邊我們可以寫說個class 叫cstu 然後打個冒號 就表示是繼承 繼承是哪裡呢 這邊先留個空位 繼承是cperson 這個是c++裡面繼承的預管 我要設計一個新的類別 cstu 然後打個冒號 會繼承自這個人的這個類別 然後在這裡頭呢 假設說我有那個 私有的private 私有的區段 在私有區段裡面 比如說 我增加一個我的錢好了 我有多少錢 money 就是我們把它寫成m就好 就是我有多少錢m這樣 然後有一個 比如說有個公開的資料 公開的資料 公開的資料 假設說是 比如說是c++的成績 cpp 和微積分的成績 cl 會有兩個公開的這個 這個資料 然後這裡呢 一樣寫一個建構員 CSTU 然後小括號 選個建構 那在建構裡頭呢 在這邊打個冒號 比如說讓我的錢money 一開始的時候是0元 表示一開始在建構這個學生的時候呢 他什麼錢都沒有 他什麼錢都沒有 然後c++的成績呢 是負一分 然後微積分的成績呢 也是負一分 表示這個成績一點都不合理 這樣 這樣是這個建構的形式 然後 接下來我們可以寫一個 比如說寫一個設定的函數 set的這個函數 然後在設定的這個函數裡頭呢 我可以說 我可以說 讓那個 比如說假設我想要把名字啊 然後體重身高 還有錢 然後成績都做設定的話 那比如說我可以讓這個name 等於 等於 一開始的名字 比如說 都設成是 那個 小括號 X小括號 這樣 設成XX 這樣子的形式 那就是說這個名字是不合法的名字 或者是說 我改一下好了 反正我想要設定學生的名字好了 那我這邊可以說 我傳進來一個字串 叫做N 然後我讓這個學生的名字等於N 好 name等於這個N 這樣 設定名字 然後設定那個 體重 等於 所以 在set這個地方 我再傳進來另外一個 5.15 double 叫做底線w 然後傳進來double 這個 底線h 這樣 然後 這樣 然後 這樣 我的體重呢 等於底線w 然後這樣 身高呢 等於底線h 這樣 這是設定的部分 我想要在衍生類別裡面去設定說 這個學生的名字 然後體重跟身高 那 同時呢 讓 因為還沒考試的關係 所以讓這個CPV呢 但是我們先不管好了 先設定 這樣子 那到這邊為止 就完成那個衍生類別的設計 然後 然後 主要就是 這邊打個冒號 假設要做繼承 然後是由人 衍生出這個學生的類別 然後在這個繼承的方式這邊 這邊有一個空格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是在講那個繼承的方式 那西家家裡面定義繼承的方式有三種 就是他可以做那個私有繼承 private 然後可以做保護繼承 protected 然後可以做公開繼承 所以這裡呢 這三個看起來跟存取前線 都一模一樣的字 但是這邊 如果你寫在這個冒號後面 然後寫在這個 基本類別的前方這裡的話 那是表示繼承的方式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做繼承 然後所以他會有私有繼承 保護繼承跟公開繼承 所以這裡是在講繼承的方式 那西家家其實在這邊給了一個 有一點點複雜的設計 就是說 我現在在基本類別這邊有三種權限 然後在衍生類別這邊呢 他有三種繼承 我們這邊還沒有講說這三種繼承會有什麼差異 就是先說有這三種繼承方式 所以這兩個合起來呢 就會有三乘三 等於九種的組合 這九種組合會影響什麼呢 這九種組合就是會影響說 在 基本類別的 基本類別的那個 資料或者是函數 因為在衍生類別中他都會有 所以他 在 衍生類別的全線變化 那 這九種我想我們可能下一節課 下午的時候再來講 但是請各位記得就是 基本類別有三種權限設定 對於名字啊然後 體重跟身高有三種權限設定 然後繼承的方式在這邊也有三種繼承的方式 那會產生九種組合 會影響什麼 會影響說 Name 然後W跟H 在學生這個類別裡面 他的權限會產生變化 那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 第一個就是 Name的這個 它是一個 私有的 它權限在這邊是私有的 然後新叉家是規定說 私有的這個 這個變數呢 在衍生類別的時候 這個變數本身會存在 但是它沒辦法存去 但是它沒辦法存去 意思是 這個名字呢 只能夠在基本類別裡面去做設定 在衍生類別裡面沒辦法做設定 所以在這個地方它是無法存去 所以它只會存在在整個機體 所以它只會存在在整個機體 但是它沒辦法被存去 因為那個 Name 應該說 因為 這個C Person 在這個基本類別裡面的這個Name 是私有的權限 那這個概念就有點像說 比如說我爸有一棟房子 然後他在某個地方 偷買了一塊金子 然後也沒讓我媽 或讓我知道 然後有一天我繼承了那棟房子 那房子裡面有沒有那個金塊 有 那我能夠知道 我能夠拿出來花 或是把它再存更多進去 不行 那私有的東西就有點像是這樣 就是在衍生類別裡面 它存在 但是存取不到 所以這行這樣解釋錯了 就是說 我沒辦法在衍生類別裡面去存取 去把Name指定到那個 基本類別裡面的這個私有的這個變數裡頭 但是保護變數可以 公開的變數一定可以 公開的變數是W 所以W在這邊 它原本這邊是公開的 公開的話 公開的話 我在衍生類別這邊就可以存取 另外還有一個是保護的變數 保護變數是H H本身 我在 忍的這個類別裡面 我可以去改變H的值 那在衍生類別 學生這個類別裡面 我一樣可以改變它升高的值 這樣 所以 W跟H 是可以存取的 那 不同的地方在於說 在主程式的地方 比如說 在主程式裡面 如果說 我寫了一個 我寫了一個 C person P好了 然後我讓P點這個 H 等於P點W 等於 等於100好了 100.0 這樣 我想要讓那個 體重跟身高 都射成100 那 以T來說的話 就是 體重的這個部分 它是可以 因為它是 它是 它是 這個變數本身是 它的裡頭 所以我可以讓它 P點W 設成100 但是 P點H不行 因為它是 被保護的 一個變數 所以它只能夠 在衍生類別 衍生類別這邊 去改變 改變H是OK的 但是 在主程式裡面 不能存取 這是 保護的 這個權限 它的功用 只有在 有 繼承關係的 這個類別裡頭 我可以去存取它 但是 主程式不行 那 繼承的方式 會影響什麼 繼承的方式 會影響說 如果說 比如說我這邊 有個學生的 學生的物件 叫做S 那我到底這個S 是不是能夠去 讓 比如說 S呢 我能夠讓S 去存取 這個W 等於 等於 100好了 我想讓S去設定它的體重 學生把它的體重都設定成100 那這樣到底行或不行呢 跟這邊繼承的方式有關 如果我們這裡是做公開繼承 的話 那這個W 它就 因為W 本身在 基本類別裡面是公開的權限 所以如果這邊做公開繼承 配合公開的權限 那這個主程式就可以存取W 但是如果說我這邊做的是私有繼承或保護繼承 那W的權限到了學生這個地方會轉變 就是西加規定它的權限會有不同的變化 比如說我如果做私有繼承 那W到學生這個類別就會變成私有的變數 那如果我做的是保護繼承的話 那W這個變數到學生這邊就會變成是一個保護變數 那也就是會讓主程式沒辦法去存取W 所以不同的繼承方式會影響主程式能夠去存取W的這個數值 這個是有關繼承的概念 所以繼承概念裡面我們要請同學記得的就是說 第一個是他的語法 就是冒號這表示繼承 然後後面這邊是基本類別的名稱 然後前面這邊是顏色類別的名稱 那中間這個地方是繼承的方式 你可以填進去Private,Protected跟Publin 這三種選擇 然後因為基本類別有三種權限 繼承有三種方式 那所以會有九種組合 我們下一節課會去講一下這九種的組合的變化 然後再一件事情是 然後再一件事情是 在繼承的這個語法跟C++的這個規定裡面 就是說 我學生在建構的時候 學生在建構的時候 我設定了說我的存款 我的錢 還有我的成績 就是C++跟軌跡分的成績 那同時呢 在 在學生 物件建構的時候 會自動去執行 基本類別人的建構 基本類別人的建構 在學生物件建構前 建構前 會先 自動 執行 人的建構 這個是建構上面C++的一個做法 這時候我要去建構衍生的學生的時候 C++會自動先去建構出這個人 所以這邊Name會先設成空字串 然後WH設成0 然後再去建構出學生類別裡面的錢 然後C++跟微積分的成績 所以它的順序是這樣子的 所以請各位同學留意一下 到這邊 什麼問題 那這個程式 如果你中午有空的話 可以先敲進去試試看 你可以試試看說 這邊給private 給pertensive 給public 會造成 會不會造成這邊 它組成是這裡 它的那個變化 會不會有錯 那我們可以敲進去試試看 我們把那個體重設成公開的 身高設成保護的 然後 這個地方我寫錯一個 在那個 建構的地方一定要是公開的 所以這邊要多寫一個public 建構的部分一定要是公開 這邊要再多寫一個公開的區段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去建構出 這個人的這個類 這個類別的物件 那在這裡我可以去寫說 我現在是在基本類別的建構中 然後我也可以去印出來說 這個名字啊 體重跟身高 然後再來是延伸類別 延伸類別 這邊是學生的延伸類別 那學生延伸類別 是假設我這邊先以public 先以公開的方式 去繼承字人的這個類別 那我的資料的部分 那部分的話就是 我私有的部分有 我的錢 目前的存款 然後公開的部分有那個 比如說有C++ 跟那個微積分的成績 那同樣我們可以去對這個學生做建構 那這個學生在建構的時候是 就是 VSTU 然後這裡我們讓存款的設成0 然後讓那個 徐加加成績是-1分 然後讓微積分的成績也是-1分 這樣 然後這邊在建構這裡我可以說 我目前正在做這個 延伸類別的建構 那 再接下去的是 print 我可以去 這邊我用了一個 我還沒有解釋的方式 就是說 我在上面這個地方有去寫說 基本類別裡面我想把這些 性靈體重身高印出來 那 在衍生類別之間 如果想要去印出這個學生相關的資料的話 我可以去呼叫 基本類別 然後打個報號報號 表示限定 限定說我要去呼叫 基本類別的這個print的函數 用在我的衍生類別的這個列印上面 然後先去印出姓名 體重跟身高 然後再去印出來說 然後再去印出來說 再去印出來說 再去印出來說 我的錢 然後跟 新加加的成績 然後跟那個 這個 為基本的成績 這樣 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去應用 先前已經寫好的這個函數 直接用在這個 衍生類別這個地方 這樣 那我們這邊你可以去觀察一下 比如說應該 基本類別建構這邊設中斷點 衍生類別建構這邊設中斷點 還有在這一行 36行這邊設中斷點 可以看一下整個城市執行的順序 那 我們這邊就可以說 某個學生的 的那個 物件S 然後有個人員的物件 P 然後我可以試著讓說 P.H 等於P.W 讓它等於100 你會發現 這個H下面會有個紅線 來告訴我們說 這個C%的H 是 Inacessible 意思是無法存取 Inacessible 就是英文的意思 就是無法存取的意思 然後對這個 所以我們要把這邊刪掉才行 因為H本身是一個被保護的變數 對於學生來說的話 我們可以 讓這個 學生的 體重 因為體重在基本類別的地方 它是公開的一個變數 那我如果這邊做公開計程 那這個W除了在 學生代表裡面可以存取以外 在那個 組成室這邊也可以存取 可以讓它比如說也設成 這個100 各位朋友要留意 有P跟S是兩個不同的物件 它有各自的記憶體 然後我們對於學生的這一個 類別 我們去設定它的SET這個成員函數 那 可以說 傳進來一個N 然後 Double 傳進來 底線W Double 傳進來 底線H 然後 比如說讓Name等於N 然後讓W等於 底線W 然後讓H等於 底線H 那當然這邊名字也沒辦法做設定 所以這一行你只能註解掉 這個名字它沒辦法做設定 那如果你要做設定的話 要另外再寫別的方式才行 我們先來執行一下 看一下這個 這個例子它的執行的情況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在這個 我們先把中段點設在第48行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是那個人員P的生成 然後程式執行的時候 是到P的這個地方的時候 看我們它程式會先停下來 然後在這個P的這個 這個人員的物件要生成的時候 那它會去呼叫它的預設建構員 所以會呼叫到上面的這個地方 呼叫到上面這個預設建構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第15行這邊也設個中段點 然後接下來再繼續執行的時候 它就會跳到第15行 預設建構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會在畫面上顯示說 顯示說現在是 執行到這個Base Constructor 就是基本類別的建構 那 那 在接下來的話 那 在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到這個地方來 在這裡呢 我們可以去 去把這個人的體重設成100 P的這個人的體重設成100 所以執行到100 然後接下去呢 要去生成這個學生的物件S 那公司 那生成這個學生物件S的時候 就是 我們一樣把它在建構這個地方 做一個 就是一場輸出 表示說 這個是 那個學生的建構 那我們直行看看 就是 第50行這邊往下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它現在已經來到學生的建構這邊,它停下來 可是你看輸出的地方,它又動了一行Base Constructor 意思是什麼?意思是說,在做學生物件建構前 它會先自動去執行人的建構 所以你會看到說,在執行的時候,Base Constructor又被呼叫一次 所以在這個學生的建構之前,上面這個人的建構 它會先去把W跟H,先給初始化 初始化完之後才會跳到學生這邊的建構室 那學生這裡的建構室,它才會去初始化它的錢跟C++和回紀分的成績 然後印出來說現在是在 現在是在 Derive Constructor的地方 我按錯了 沒有 現在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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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衍生類別的建構的地方 Derive Constructor 衍生建構這裡 然後衍生建構結束之後呢 它會跳到下面這裡去 設定學生的體重 比如說把它設定成100 然後整個程式結束這樣 所以這邊我們有 用這個例子就是要去說明說 這個 繼承的這個概念 跟它的執行 所以在繼承裡頭就是 基本類別有權限設定 然後繼承的方式有三種 比如說這邊我們可以選擇這個 這個 公開繼承 然後繼承語法是這邊打個冒號 然後看一下繼承是哪個類別 然後繼承裡面有一個重要的事情 就是 預設建構員的部分會自動執行 就是 基本類別的預設建構員 會 在 延伸類別建構的時候被自動執行 這個請各位同學留意